就发觉到自己的人生好像没有一个方向 就是这样子过每天都是在夜生活 不然就是这边玩也没玩 好像没有方向 往事不堪回首恍如隔世 水灿演绎台上饰演高森的陈志强 回到日常生活同样淡定简朴 这个毛瓜的种子 留条做种 除了种菜 它的步伐也倾踏上受伤的土地 在一次祭岁末祝福感恩会的金藏演绎 陈志强饰演唐朝误达国师的角色 勾起不少诡异 童年家境贫困 小学四年级就被迫辍学到咖啡店打工 从那么开始就慢慢就参入那些比较不顾身大的人 开始只是偷偷 偷人的东西 偷人家车 等里面的闪钱 敲爆 偷人家车油 一切我们都做 走到15岁那年 我进入港法院 17岁那一年 再被警察捉 然后就进入木靠山 渐进半年后就出来之后 再限制期两年 如今他忏悔也告别迷茫人生 深深体会 就是说 过去的无名 遭到许起多多的那些 无可挽回的那些约障 那些打打杀杀的都过去了 让我深深地去参回 在这个 通过这次的演义过后 我本身会好好去洗我的烟 他的愿随着脚步重新出发 待新闻真上美之工 马虾报道